小姐妹平安 可以和大家一起敬拜 很感恩 有一种感觉 焕然一醒 像宫殿这样子 神就在当中 领受我们敬拜 这是大家的努力 大家为神的贡献 我们继续加油 在末世的时代 我们可以 为神做一些事情 其实神祂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坦白说 祂不缺乏 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创造主 怎么会缺乏呢 那为什么 全地的教会 全地属神的百姓 都能够 热心 贡献 服侍主呢 为什么 因为 这是个感恩的行动 如果所有的服侍 缺少了感恩 那就不完美 因为神喜悦的是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继续 每一天带着感恩的心 来面对 这个 疫情 蔓延的 世界 谢谢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 是 上一次在 网上和大家分享的 主导文的信息 主导文的信息很丰盛 在 这些年来都有分享过 但神的话 很奇妙 神的话 奇妙在于 每一个 阶段 每一个历史过程 他都能够说新的话 让我们在 神的话里面呢 我们可以领受到 神给我们的 安慰 神给我们的 教导 神在 建造我们 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 那当我本来想 在上个月分享主导文 但是我觉得 一堂信息 我的领受 不能够 尽兴的 把神给我 对我说的话 神教导我的话 我领悟的亮光呢 不能够 在一堂信息里面分享完 所以我就 预备了第2堂和第3堂 那个时候呢 我不晓得几次可以讲 但我照样按照圣灵的感动 我把我领受 继续的去 查考圣经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主导文的信息二 那他有一个主题 他的主题就是 神眷顾 我们来看今天的 信息 那 美国第16届的总统林肯 他就说过一句话 每当我走投无路 升级自己的智慧 在这一堂信息的时候 撒旦看见的 都要惧怕 我一读这一段话的时刻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的眼泪就好像 崩了那样的流了出来 为什么呢 我相信你跟我都会有这样的感动 我觉得神 我觉得神很爱我们 神给我们最好的应许 给我们得胜的应许 他已经给了我们所有 他能够给我们 而且他还要不断的 而且他还要不断的在给我们 他说只要你跪下来祷告 黑暗的全是 都要惧怕 我想你经历过 跪下来祷告的时刻 那一种的 安慰 那一种的力量 你真的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好 我们看下去 主导文 姐妹 跟我排得很漂亮 我们再读一次 主导文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 123 念你的旨意成就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好像我们劳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二则 好 那我用的是新一本圣经 一般上我们 读的都是 和和本圣经 和和本圣经结尾就是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但新一本圣经呢 它的翻译是这样子 我第一堂信息是讲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父神 他的名字 是分别为圣 所以 他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哇 当我 每一次念主导文的时刻呢 我全然的相信 应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今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神的旨意全并 像在天上 像在天上那样的荣耀 今天 也会与他的 儿女同在 所以我不说 第一堂的信息 今天我直接进入 第二堂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好像我们 劳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两戒经文 我们看下去 耶稣教导的主导文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 是 我们对神 第二方面是 我们在神的那个话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去 反省自己 帮助自己 在 属灵的生活里面呢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所以 第一是 独一 真善神 所以我说我们有父神 我们还惧怕什么 尤其是 这个疫情呢 卷土重来 所以 这一个星期 马来西亚的那个数据呢 一直的居高不下 我们 出门都要谨慎 我不晓得你 会不会跟 每一个 人一样呢 出门都会担心 我今天去剪头发 我就想我到底要去哪一间剪 因为那是很近距离的 最后 我就觉得 我还是去回以前 我常去的那一间 我是给印度人剪头发 印度人大多数跟外劳剪 但我已经习惯给印度人剪头发 而且很便宜才几块钱 我就想 虽然我跟你一样 我都会有一些的顾虑 但我过后我想一想 我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我想 其他的 上帝 他会怜悯 他会带领 我们有父神 为什么呢 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 整个世界混乱 不安 是一个未知数对于明天 但我们世界有盼望 为什么 因为神 他应许眷顾我们 第三 神在人世间 神在人世间做什么呢 神掌权 那第二方面 我们对己 有三方面的请愿 谦逊的请愿 生活 的需要 上帝都已经为我们 预备 第二 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在神的 教导里面呢 我们不断的 像耶稣那样的 有怜悯 有美善 有信实 那第三 救我们脱离凶恶 其实 当我们说 主啊 你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自己本身要负责任的 因为神的道教导我们 怎么去分辨 所以我们 得到 智慧 帮助我们 过更好的生活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要进入我的信息 世人有盼望 蒙眷顾 为什么我们会蒙眷顾呢 因为神他应许 神的应许 永远与我们同在 神的儿女是美善的 好 怎样的人 可以蒙应许 蒙恩宠 是在教会里面特别热心的人吗 但 注意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他有很多的 耶稣有很多的经文讲 其中在第七章有讲到 第七章 有一段经文有说到 凡是 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够进去 为什么在马太福音 登山宝训 借树的尾端 突然出现 这样的 这样的一段经文呢 这跟 怎样的人可以蒙应许 是有关系的 在第七章21节 这里说 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 天父子义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 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感鬼 奉你的名许许多 亦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下一句更 假了 他说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想 对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 我们没有深入的去认识 不太认识上帝的属性的话呢 我们会 有冲击 那我 我 我去短宣 我服侍 我帮助人 我 我贡献很多 但是 会不会有一天 主耶稣对我说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吧 因为 神自这些人说 我可以奉耶稣的名 赶苦一闭 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他是绝对的公平 记得刚才我说的 神他是创造万有的 其实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很多 才可以讨他喜悦 旧耶圣经中有一段的经文很好 他说 他说 听命 多多 尤其开始在MCO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去抢购食材 人 人就是 害怕 在祂的讹理的需要上负责任 阿们 今天需要足够救好 祂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 求祢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 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怎样的人可以蒙应许 为什么要谦卑的祈求 但是另外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们大大的开口求 我就大大的充满你们 你会说有矛盾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段经文你要看第五章到第七章 你就会了解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告诉祂的门徒们 要寻求天国福音蒙天父赐福的人 听的 他是有根据 听下去你就明白 来我们看 目前的疫情笼罩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危机 我们都知道这是全世界人的健康都受威胁 全球的经济都黑暗 我特别喜欢追看这一个 因为这个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局势 也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需要 因为这个疫情 联合国的那一个粮食救济组织就说 他们的救济 因为这个疫情呢 影响到他们落后了几年 将会有多少亿的人 会活在饥饿里面 第三 人类生活受限 这个第四呢 家庭面临考验 这个我晓得 你身边你都会听到有很多这一些 让你听得很难过的家庭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未知数 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样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我们要改变 为什么要改变 改变去适应目前的整个状态 那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要改变 在属灵的生活上呢 我们更要清楚在神的话语当中呢 有应许 有帮助 弟兄姐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跟还没有认识的人都一样 我们都会面临着适量 我们的健康会受威胁 我们的经济受到考验 我们的生活需要调整 我们的家庭也会遇到一些的冲击 我已经借了两个隔岸 两个隔岸都是家庭有关系的 其中有一个 就是因为丈夫在新加坡工作 太太在这里 所以已经半年了 七个月了都不能够回来 结果很不幸的 结果丈夫就说要离婚了 因为外面已经有另外一个温柔乡了 这个太太就崩溃了 三个孩子在家里 你一句话就说要离婚 那怎么办 所以就说 我会让你后悔 对丈夫说 这句话很可怕 对不对 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事 我会让你后悔 丈夫就猜到 以他太太的个性很极端 可能会做出很害怕的事 防疫的个人心态 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很多人心都会有很多压力 工作不顺利 出门受限制 跟我们以前那样的自由 那样的方便 已经完全不一样 但是为了整个社会 为了国家 我们需要遵守国家 给我们的那一个安全守着 所以我打眼眸球 开放过后我就去打眼眸球 但是都跟教会一样 我们有scan scan你的QR码过后 那你还要量一下你的体温 这是很好的对不对 但我发现到有一些球友 进去球场的时刻 他不scan 他也不量体温 就直接走进去 那我就说 你怎么这样子 他说我从来都不做这个东西的 而且他说的是很自负 很潇洒 我心里面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 没有顾念到他的家人 没有顾念到他的朋友 为什么呢 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差的人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 搞到每一个人压力很大 我们需要从世界的状态 疫情蔓延 继续的在肆虐的时刻 我们来看上帝天父的心意 他的应许继续在抗顾我们 这是我们要守住的 进入我的大纲 经文触景四件对象 在第一讲的时刻 我没有讲这个 五章七节 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 是属于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 他有三方面的教导 第一霸福 霸福是讲到求福之道 在第五章一到十二节 所以我们知道说 谦卑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你们注意听 我念的第几个福了 第几个福了 第二个 再听啊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宝珠 连续人的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第几个福啊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必备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八福 好 为什么讲八福呢 那在第三堂 我会带大家去对照摩西立法 那是一个很 你一对照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明白了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第二 伦理 伦理 信仰生活 在第五章 一直到 第七章 讲完八福过后呢 十三节 讲完八福过后到第七章 都讲信仰伦理生活 注意 耶稣讲登山宝训是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刻 有许多人 有许多人 听了耶稣的讲道 有许多的病得医治 有许多人 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刻呢 经历了 神的安慰 很多 病得医治 邪灵都 被赶走 所以 在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许多人跟着他 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就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好 耶稣先讲八福 讲完八福过后就讲信仰生活是怎样的 第三 耶稣的伦理教训 与当时犹太历法传统的对比 它成为一个对比 如果我们看第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 耶稣在讲这一些八福过后讲到伦理生活 耶稣就说了 二十一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 那在二十七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三十一节又有话说 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 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 这是什么意思 注意 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刻 谁最不喜欢他 犹太人 法利塞人 宗教师 不相信耶稣是 弥赛亚是救主 这一些人 犹太历法宗教师 非常的不喜欢他 但他们又是教导摩西历法的人 所以耶稣 耶稣就在这里告诉了他们 耶稣的伦理教训 以犹太历法传统的对比 以至耶稣说了六次 古人说 那我们 遗世 真正的那个属灵的意义 那个蒙福之道 他们没有做 他们也没有教 因为他们本身做不到 所以他们就没有教 他们是比较体贴人的意念 所以我这里说 人自己的意念 人己意 这就出现了耶稣说 假冒为善的人 自以为意的人 就是自以为意的法则 他们只求自己的需要 好像他们进食的时刻 他们就让自己觉得是 在为神的事情进食 弄得很哀伤 耶稣说这样子的进食 他们所需要的回报 已经得到了 意思说神不许念 只求自己的需要 他们在祷告的时刻呢 故意在多人的面前 迫切的呼求 但耶稣说 祷告不需要迫切的让人听见 只要用诚心的祷告 进入内世诚心的祷告 神进入你心里面 那它成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对比就是 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回到第五章 到第六章 以天父为义 进入到第七章的时候出现这句话 凡先寻求祂的国和祂义的人 你们所要的 祂都会加给你们 保罗在这段经文 他在他的书信当中说 凡你们所没有求的 加添给你们 超出你们所求所想 这是自以天父为义的话语 那为什么呢 这是耶稣的教导 我们看下来 我们看下去第三 我们的生命 那生命是有神的生命 以别人不同 所以耶稣在讲完罢福过后 他就出现了13节到16节说 所以耶稣在之前就说出这样的话 世上的盐和光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如果没有调和的功能 有什么作用呢 丢在路边让人践踏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 不是放在斗底下 你们让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 那么这三段话呢 归纳一个让你身边的人 让你的家人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 记得我说的那个格案 家庭的格案吗 那个丈夫在新加坡 说要离婚的 为什么我会接触到这个格案呢 因为他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 和我协商要怎么去帮助 那我们在谈的时刻呢 我就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可以这样子告诉他 那谈到最后的时刻 因为他的朋友也是有家庭的 那他就说目前的这个状况呢 每一个家庭都很大的压力 尤其是有孩子的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你孩子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之下 努力去打拼 我说是 明白 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你的太太 能够和你一起的打拼 而且努力奉献 贡献自己的一切 建立一个家 让孩子可以 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他说是 感谢上帝 将荣耀归给天上的故 你知道吗 当你能够这样子的 去过生活的时刻呢 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之下 坚持去过生活的时刻 周围的人都会看得到 这就是将荣耀归给天上的故 在马太福音 我列出三段的经文 第六章第八节说 不可效法他们 什么意思呢 六章八节 不可效法他们 这里说到什么 这里说到他们祷告 他们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闭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接下来又讲诸道文 但是 这些守立法的法利塞人教导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这样子祷告 其实祷告大声呼求是没有错的 我自己本身在家里祷告 我也是很大声的 我说过每次我在厨房祷告 我在我的书座上祷告 我外面的那一只狗 那个伯纳 他听到我用方言祷告 他会跟着我在那边 我停他就停我再继续祷告 他就我说我的宠物都会跟我一起祷告 所以我的邻居一定知道的 但是这里跟耶稣教导的是两回事 因为这一些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属性 他说当我们还没有祷告祈求以前 我们需要的一切 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了 阿们 但是有时候呢 这里给我们一个画面 我们的神建固我们 我遭遇 我将会遭遇什么事 神知道 或是我将要计划做什么事 神也知道 你说是吗 阿们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 因为能够让我们谦卑的 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的一个管道 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但有时候我们进入那一种 以神面对面的那一个空间 只有你经历过你可以明白 你会按耐不足的说 主啊 主啊 阿们 是不是 但跟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不同的 耶稣说这一些人呢 他们是要让很多的人去称赞他 而且他们不知道天父掌管一些 天父建固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守律法 守自意 守自意 不同 天父动序之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父亲 他 以我们居在 有危险 他会采派天使 来帮助我们避过危险 有功绩 有试探 他会采派天使 给我们一句话 提醒我们 怎么去面对 为什么 因为天父知道 在第十六节 这里说 你们静视的时刻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仇庸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静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静视的时刻 你还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很有精神 状态非常的好 你要梳头洗脸 不可叫人看出你静视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 我直接解读就是 静视的时刻 要喜乐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明白 静视的意义 静视其实是清静神 清静神是最甘甜的 像诗篇所说的 我灵验在你殿中 胜过在世上 第三 六章三十二节 不要向他们担忧 六章三十二节 这里说什么呢 这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他们担心 好像现在也是很多人都担心 担心 新加坡 跟世界各地都一样 很多公司都裁员 亚航呢 上个星期担了多少个 有注意到吗 很厉害 接近一万个 我想各行各业都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安排 为了让企业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会担心 这里说 担心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我们也会 担心我们的家庭 担心我们的孩子 他的事业 我们都会担心这一切 尤其在这个疫情肆虐 危机事负 我们的敌人是看不见的 我们都会担忧 但 耶稣说 这一些人 他们担忧 因为他们 看不到天父的坚固 看不到天父的坚固 我无论去到哪一个场合 这段日子 除了我驾车以外 大多数一出来 我就 一下车我就戴口罩 那一进任何购物商场买东西 我都会照样量体温 照样 scan这个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和我们一起接触的人 但是我 更相信 天父会坚固 我甚至会觉得 每一次我下车 每一次我去买东西 我跟人接触的时刻 天父都告诉我 做好安全措施 因为天父 祂教导我们 好 我们看下去 天父给你两个盒子 有一个人 他就 领受 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 是非常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上帝给他两个盒子 并且告诉他 把你所有的忧虑 放在这个黑色的盒子里面 同样的 同样的 也把你所有的喜乐和感恩的事 放在红色的盒子里面 结果每一天呢 他都 会把 不开心的事 担心的事 放在 黑色的盒子里 同样的 他会把开心的事 感恩的事 放在红色的盒子里面 过了不久 奇怪 他发现 红色的那一个盒子呢 就 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但是 黑色的盒子 却 重量没有增加 他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 他觉得 尤其在这个疫情 疫情肆虐的时刻呢 担心 很多方面的 担忧 明天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 担忧的是 他更多 他都 放在黑色的盒子里面 我有一个球友 他本身是一个生意人 他已经上岸了 所以 日子还可以过 但 我看他有一天 打球的时刻 很不开心 我就问他 朋友 什么事 他讲 我担心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有一间广告公司 最近呢 这几个月都很难熬 他想做一些调整 他就跟我分享了 很多他儿子的事 那我说 好 你跟我分享 谢谢你 我会为你祷告 那过了不久 我就问他 怎样你孩子的问题 解决了吗 他讲 很好 做了很好的调整 我心里就说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时刻 都有不同的忧虑 前途 会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发现 为什么黑色的箱子 却没有 重量没有增加 有一天呢 因为好奇 他按捺不住了 他就打开黑色的盒子 哎呀 糟糕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发现到黑色的盒子 底部呢 有一个洞 洞 有一个管 透出去 原来 为什么黑色的盒子 重量 不会加增 原来有一个管道 走掉了 他就把盒子拿来问神 他拿给神看 他问神 我所有的忧虑和不开心的事 到哪里去了 我想大家心中都会看到答案 神笑着对他说 都在这里了 为什么 因为看到神的手中 拿着 那从黑色 箱子 盒子 底的 洞的那个管子 的另一端 就在上帝的手中 他看到上帝 慈爱 连绵的 乙气 对他说 都在我这里 上个月 9月15号 我们家的地雷又爆了 记得我讲过 我们家的地雷是什么 我们家族有心脏梗衰的 遗传 已经有两个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弟弟 突然间心脏梗塞就走了 9月15号 是我二姐的老二 二孩子 44岁 也是不舒服 他的太太 载他去看医生 医生说马上送去医院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心脏梗塞发作了 不会急救 就这样走了 这个地雷又爆了一次 很年轻 留下两个孩子 而这个外甥呢 是我很疼的 小时候我每次带来外婆家 对我们来讲呢 是一个很 是个灾难 所以那两个礼拜呢 只要一想到她 那个眼泪就会一直流 那我姐姐 我姐夫万念俱飞 我姐夫八十岁 她说 走的应该是我们 他们还年轻 为什么走的是他们 不是我 那我二姐 我跟我二姐关系非常好 我每次陪她去复诊 陪她去哪里 很多人都说 你会怕 我二姐今天七十五岁 所以他看着他孩子 躺在棺木里面 他唱那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所有人心都碎 在两个礼拜后 他的小儿子就陪他妈妈出来 心上护诊 护后就说要来我家 我说你不要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你 我会想到你哥哥 我说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其实可以释怀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需要那一段时间 在面对疫情 我们需要时间 但是很奇妙的 在上个礼拜 我的心就开始释怀了 其实不是说我们忘记了他 不是 因为我相信我的天父 他顾念他的恩 我打电话回去给我二姐 我说姐姐你在做什么 我在种菜 我在挖泥土 他说我要找一些事情来做 不然不能够 我说好啊 姐姐你这样子做很好 你开始释怀了 是 但很多人 不明白 我们需要马上的答案 最后我们来看 有一段的经文 诗篇119篇 十一节说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我跟大家分享作者的背景 诗篇119篇是诗篇最长的一篇经文 对吗 作者的背景 他是曾经被掳去到 巴比伦的子民 但 贝鲁过后 他又回归了 一个子民 他的生命 年岁蛮长的 因为贝鲁七十年后回归 可见他的生命 他的年岁蛮长 所以他所经过的日子 让他更体会到 上帝的信实 而且他经历过很多 磨念和痛苦 他是一位懂得依靠敬畏神的人 从他写出的诗篇可以解读 有四点 第一 他热心遵守神的话 为圣越过生命的一切 第二 他谦卑地承认 他的生命和生活 有许多过犯之处 第三 他经历过神管教的痛苦 但他体会美善的后果 第四 他也曾在不义人的手下 饱受折磨 他们高傲地嘲笑他 说你依靠神 你的神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 并仇视重伤他 但最终呢 因着他敬畏上帝 因着他相信 他所敬拜的上帝 神带领了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平安地走了过来 虽然有苦难 但他平安地走了过来 走了出去 所以他会写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今天我们正是如此 今天我们正是如此 上个月 十五号发生的事情 我领悟到 更深地体会到 只要生命还在 我们有机会 只要生命还在 我们有机会 好像我的侄儿 生命没有了 我看他躺在那边 我触摸他的脸 冷冷冰冰 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建顾我们 只要我们还在 我们还可以过日子 我们还有许多的恩典 等着我们去领受 还有吗 世人有盼望 蒙主见顾 为什么呢 马太福音 耶稣 他讲到 不是很消极的 他讲到比较喜欢用比喻 用故事 但呈现出来是很积极的 很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读这两段经文 先读马太福音六章 26到27节来 123大声读 123 谢谢 可以 谢谢 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尽你的办法 用尽你手上的才干 金权和机会 让你的寿命可以继续的留在世上呢 我们可以尽量的照顾自己 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做到 甚至你的家人 你所爱的人都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是 上帝为我们做了 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连天上的飞鸟上帝都牧养他 上帝不会让他饿食 我说世人有盼望蒙主见顾 那我们要怎样才可以蒙到主见顾呢 结束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2到34节 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合意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我把那个不要为明天 我配合 现在的局势 那是个未知数 好像我在新加坡服事 我从三月到现在都没有进到新加坡 其实可以进新加坡 我们说十月 十月讲十一月 十一月讲十二月 其实遥遥无奇 未知数 天赋见顾怎样的人 这里隔岸山 隔岸山 我打球有一个球友 他是生意人 他生意做得很成功 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他是一个大难不死的人 在二十年前 他遇到一个续菌攻击他的寄居骨 所以他整个人瘫痪 瘫痪 那在新加坡 医生说你这一辈子就是不能够下床走路的一个人 你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他才二十五岁 他说怎么可能 我还有计划 我还有理想 我都还不能够去实现 他不甘心 但他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 他不埋怨 他很痛苦 他很无助 他很害怕 但是 他相信上帝的恩典 他就努力的让自己去做附件 做附件 但是医生说 你的那个 那个寄居骨神经已经瘫痪了 他就是不放弃 他就是这样子 三个月后他可以下床走路了 医生看到他 他说 不可能 他说我的上帝可能 过了一年 他又出来打拼了 他现在是一个蛮成功的人 所以他经历过上帝的恩典 他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富有 他告诉我这个故事 他说 Uncle John 我告诉你 我有个朋友非常的富有 他的钱多得不得了 原来在新山还是很有钱 很有钱的人还是很多 但是我告诉他你的孩子要求这样 不然 你这么有钱 你的孩子很危险 怎么危险呢 他就告诉他你的孩子要穷着养 结果他就 因为他的朋友 认识 这个弟兄 知道这个弟兄是很信实的 很有智慧的 他已经在他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 他就听了他的话 结果他的孩子他就穷着养 什么意思穷着养 因为他很有钱 他的孩子他又要穷着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让他孩子可以享受他 很好的物质生活 他要按照他的年龄他的成长 供应他 结果他发现他的孩子呢 跟外面的孩子不一样 他的孩子当时才 6岁 很小他就很注意的去培养他 没有给他 教身惯养 没有给他 不想吃这个东西就买其他东西来满足他 都没有 都没有 就是穷着养 他说你不吃啊 不吃就没得吃的 这个东西是对身体很好的 你看你吃 爸爸也吃 这个孩子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就很平安的成长 有一天他6岁生日的时刻 这个爸爸新加坡的弟弟就很爱这个子儿 就买了一个很贵重的电动跑车 这个电动跑车是 像 像大的箱子 应该是上千块的 就送给他做生日礼物 这个孩子看到礼物就很开心 但是爸爸说不可以猜 这个时刻你不可以猜 等你到了12岁的时候 你才可以玩这个礼物 因为这个孩子习惯在爸爸的那一个照顾 教育之下 他就可以接受 但他弟弟就生气了 你有没有搞错 我疼我的子儿 我买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给他 为什么你不让他玩 他告诉他弟弟 我如果这个时刻给他玩 他这个年龄根本就不可以玩的玩具 这么贵重的玩具 你想到他8岁的时刻 他会要求什么东西呢 他的心怎么可以满足呢 不可能满足的 所以我告诉了他 我会给他 你放心 这是叔叔买给你的 12岁就在给你 所以他的孩子 跟他的朋友圈的孩子的确不同 我觉得他是蒙福的人 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满足 我们已经习惯了 怎样去满足 我们的家人的需要 而没有考量到一些的因素 我第4个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了 保险费到齐了 但是前面一个数 就是我 二哥的孩子 他上去去读大学的时候 撒拉越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帮他买了那个保险 方便他 在外面 买了那个医药保险 但是我有条件的告诉他 你大学一毕业就是你自己工的 合理吗 对不对 要学习独立吗 你还是学生的时刻 必须要的我会帮助你 结果呢 他去年年尾就毕业了 毕业过后呢 就因为 很快就 这个MCO就来 就很难找工作做 应该在事业的时刻 他就打电话给我 说 叔叔 我的宝费几个月没有还 我还没有做工 你可以帮我还 要不要帮他还 要 要不要帮他还 要了请几手 几手一下 要 要帮他还吗 OK这些都是不要了 不要了请几手 都没有几手算什么 我不要帮他还 为什么呢 我说 你毕业好几个月了 你都待在家里 他讲现在不能够做工 有期interview 但是都 还在等安排 没有关系啊 你要想办法 你可以上网教补系啊 你可以做一些事啊 我告诉他 我告诉过你 你一毕业我就停了 现在环境 跟我们讲的 当初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 想办法的 你要努力啊 你要奋斗啊 你不要这么容易就满足啊 你不要这么容易就妥协 退缩 不要这么快就想 找到一些的依靠啊 我说不要靠人啊 靠人人会倒啊 你要去祷告 你要去寻求上帝 为你开路 为你预备 天父健库怎样的人 天父健库 很容易满足 很容易满足的人 所以 马太福音说 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宣求他的国和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所以我告诉我的侄儿说 你要去祷告 我会为你祷告 很快的他就去上班了 我也不再问他 你的宝贵交了没有 他也没有告诉我的宝贵有没有交 但是我相信 上帝会带领他 我有这个信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上帝的孩子 他是爱主耶稣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 身边的人 看到我们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光 别人就会在我们身上看到 信靠上帝的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我今天分享细细到这里结束 明天我会分享第3章 第3段 我们起立来 我们来唱了一首回应四歌好不好 神啊我要赞美你 这首四歌非常的有恩高 非常的喜乐 对了 这首四歌21岁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喜欢 唱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 我希望你在唱的时刻呢 在敬拜的时刻 在赞美的时刻 这首诗歌 他的歌词给你有很好的领受 原来我们拍一张来 1 2 3 对了 很好 祝你 彼岸祝你 神啊我要赞美你 世界祝你 是你见你 神啊我要赞美你 赞美祝你 是你说定 神啊我要赞美你 共一补你 血爱书你 神啊我要赞美你 神啊我要赞美你 哈 哈利路亚 再来一次 天赎你 地耶稣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世界结束你 十年千里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天赎你 十年千里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公义数你 只爱数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哈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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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天赎你 地耶稣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世界赎你 十年千里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天赎你 十年千里 神啊 我要赞美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公义数你 只爱数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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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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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 你在唱的时刻 圣灵把天父的应许降临在你身上 让你能够得着能力 面对这个疫情四孽的时刻 我21岁就唱到现在 61岁 我还是很喜欢唱 每次唱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 我说 神啊 为什么祢这么伟大 祢这么尊贵 祢为什么这么爱我 我领受的这个祝福 所以每次我唱的时刻过后 我就充满了能力 再来一次 来 祢是你 耶稣 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是耶稣 你 是你建立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庞悲是你 是你说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哦 耶稣 你 是基睿祝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哈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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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耶稣你 耶稣你 神啊 我要赞美你 是耶稣你 是你见力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南北书女 是你说的 神啊 我要赞美你 公义书女 慈爱书女 神啊 我要赞美你 阿 哈零欲亚 最后一次 Hallelujah 天属我们的天父 地也属我们的天父 整个世界都属于天父 我们经历了一场历史中 从没出现过的灾难 我们都会担心 我们都会不知所措 我们都会有胆怯 我们都会伤痛 但是整个世界是属于天父的 所以我们赞美祂 我们可以在天父的应许当中 在祂的话里面得到帮助 但是我们要活出 神所许悦的那个状态 那个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了 弟兄姐妹 有好多人 他一直祷告一直求 为什么我的困难没有处理 为什么我还没有遇见神 但是神并没有让他失去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 你生命失去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结果 我们需要满足 但我们看不到神还保守着我们的生命 保守着我们还有一口气可以赞美祂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 但是我们相信神就为我们开了一道门 看到祂的计划 我们再进一步的相信 神就为我们开第二道的门 看到祂的应许同在 我一直回想我的职儿为什么会这样子走了 因为在这些年来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夜睡 你不要夜睡 他习惯夜睡 他说你不要夜睡 你夜睡对你健康不好 所以我看着他躺在那边我就骂他 我只说 流着眼泪说 你为什么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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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多么丧心 今天天父也会告诉我们说 你要听话 耶稣我告诉我们说 要听话 要坚定地仰望祂 要抓住祂 要明白耶稣的教导 要效法耶稣 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刻 我们第一个念头做什么 第一个念头就要想到耶稣 如果是耶稣 祂会怎么做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刻 我第一个念头就想 如果是耶稣 祂会怎么做 很快的圣灵在我里面 给我祂的声音 虽然环境很难接受 但是圣灵给我祂的声音 我就得到力量了 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耶稣跟你讲话 我相信今天神已经给你力量 在调整我们的生活 适应这个状态 阿们 你今天有领受到神跟你说话的 你向耶稣举一个手好不好 阿们 谢谢